防祖明北京屋搜出100克大麻毒 柯震東哭著認錯道歉 防祖明和柯震東朋友朋友打拼 上星期日17號先傳柯震東吸毒被捕 到了星期一得到內地傳媒證實後 又再傳防祖明一起被捕 據內地報導表示 今次事件恐涉嫌刑事犯罪 及並非簡單的涉毒治安案件 還說當日拘捕現場 公安還發現超過100克大麻毒品 超過了吸毒份量 被控有機會被控販毒 根據內地法例 任何人如果販運50克以上的毒品 最高刑罰可被判處死刑 而最低的刑罰都要監禁3至5年 經理人公司就跟柯震東失去聯絡差不多一天 而她經理人柯智明在週一晚8點終於發出聲明 不過聲明入面就完全沒有提過防祖明 而被捕消息傳出之後 防祖明的手機就一直都沒有開 直接飛去留言信箱 我們聽聽她說什麼 Hey what's up man Let me tell you something funny This is an answer machine And please do not leave any message Because I won't be able to get it So please hang up now 拜託不要留言 Hang up 請不要留言 掛電話 謝謝 Hang up now 掛電話 現在 拜託掛電話 Hang up now Hang up now 亦卡電話 不要留言 Hang up 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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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自己入行了10年 亦經過了很多不同的新聞 所以我現在做作品 люди 或者做人的準則就是 因為自己經歷過這麼多不實的新聞 除非我眼見的時候 我是不會相信任何的謠言 或者一些傳聞 所以我是很相信祖明 因為認識了他十年 無論他在工作的時候 或者私生活下 我覺得也是一個小怪 他也很健康 請餐點 是 請餐點 請餐點 請餐點